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史明斯所颁发的大陪审团的传票 要求到这个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来作证 作证关于1月6号相关的事情 2021年1月6号在国会所发生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就很显然就变成了正面冲突 那彭斯呢 按照彭斯自己说的他要打官司 他要敢发传票就打官司 其实他传票已经发了 将直接打到最高法院 原因呢 彭斯就说很难想象 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美国的副总统在特别检察官的面前 去指控自己的老板 指控美国总统 说这从来没有过的 这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规矩 那而他的律师呢 随即又在美国宪法的相应的规章制度当中 那找出了当时作为在一个在正常工作期间 美国参议院的 美国参议院的议长 当时他是参议院的议长 美国副总统 在他工作期间 在参议院工作期间 他会 他对他所言所事呢 具有豁免权 就类似具有豁免权 所以他有权利不去作证 因为豁免权嘛 所以他就不去对他 不会对法院有任何其他作证 原因就是这条宪法的规定 就是宪法当中的规定呢 高于一切法律 所以这是他比较有趣的 就是比较吃准的 那很显然这官司会打下去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法院 法官向他发出了传票 这个华盛顿DC的 那他执行不执行 而美国华盛顿DC的司法系统 包括联邦检察官 包括法院 几乎都是左派势力 那是左派势力的老巢 那我们通常说的深层政府呢 其实是指华盛顿DC 我们在我看来 他们讲的深层政府 基本上是这个地方 那彭斯怎么应对呢 还没有说 那法院是不是 法官是不是发出他的 法院的传票 也没有提到 但是就目前这种对 就是对峙的场面本身呢 法官逃脱不了 就是 法官不能把这个case deco掉 这是评论中这么说的 无法把他 deco掉 也就是说法官必须做出判决 那判决的话 他既可以判特别检察官有问题 也可以判这个彭斯有问题 所以这就要看法院怎么样了 所以我们想象不出法院如果 法官如果要求他彭斯做出决定的话 甚至在华盛顿DC的法院出庭的话 因为这件事情 这同样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 所以这种轰动的事情 相信对彭斯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彭斯是回避矛盾的人 那他是一个回避矛盾的人 他是一个对自己 就从他角度来讲 尽可能减少矛盾的人 结果在他身上出现的矛盾呢 再加上他的技巧 出现的矛盾呢 就让所有人 其实让所有技巧的人 今天不太没有信仰背景的人 其实我觉得很值得教训 在他身上就是一个首尾相扣 相声相克 相互报应的道理 那他在2021年1月6号 他拒绝把那个票扔掉 拒绝兑现他的承诺 然后在 而他的承诺的一切是他自己公开讲述 而他在讲述借口时 他是以圣经作为借口 以宪法作为借口 结果现在美国特别检察官 司法部特别检察官 却抓住他不放 而他又想做技巧 在有关机密答案的问题上 他做了技巧 但是呢 很成功的又把他给嘲讽 就是他的做他的今天的麻烦 全是他自己一手促成 他今天的麻烦是他一手促成 如果他当初在1月6号认证各州的选票的时候 如果他认证那个问题的话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所有的问题现在只剩彭斯自己了 因为如果他拒绝认证的话 美国现任总统 就是美国第46任美国总统 就难产了 实际就难产了 所以他当时给自己奖励一串的借口 说宪法的规定由美国参议院的议长 也就是副总统唱票 来唱对各州的选举人票 他说那个东西是礼仪的 那个道理很简单 如果那东西是礼仪的 那为什么在美国的在当天在美国的参议院 两位美国的参议员 包括克鲁兹公开反对 就是公开投了反对票 说你你彭斯认证的 当时他是针对的佐治亚州 亚利桑那州 说那个票呢是有问题的 那是那是克鲁兹直接站出来 如果你副总统 如果你副总统 说你的行为是一种礼仪的话 那作为克鲁兹同为参议院的议员 他为什么有权利能够停止你的唱票 这根本就就不用 这用读什么法律 我一篇子我都没看过那个法律 那我个人都能知道 这从生命基本的做事道理上 前后的因果关系上都能看出来 你怎么能说是自己是礼仪呢 对不对 所以咱们通常说那法 儿媳妇杂肚装的哪家孙子呀这是 那你现在讲儿媳妇杂肚子 可是可以说装的是哪家孙子 不知道爹是谁 就不知道是哪家孙子 所以他现在是这个 那你彭斯做的所有这些故事 就转头来今天都落在自己脑子上 所以这是我想跟朋友们 所谓崇拜科学的人 崇拜精英的人 其实这是对你们的教会 凡是这圈一定都化圆了 现在就等于化回来 基本上讲的是这个故事 那我们现在引用的是 Newsmax Newsmax他就讲述了 特别顾问要求法官 强迫彭斯执行这个执行停证执行传票 特别检察官已经向华盛顿特区法官 递交了申请 要求法官迫使彭斯遵守大陪审团传票 要在证人团目前就是作证 那预计彭斯肯定是反对传票 理由是他是作为参议员的议长 是免受该命令的伤害 所以他有行政 他讲自己有行政豁免 那这个东西我们曾经讨论过总统的行政豁免 没有讨论过这个议长的 就是参议院的议长的行政豁免 史密斯正在寻求川普的罪证 那彭斯的盟友说 宪法的概念及条款涵盖了这个彭斯 该条款保护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不必担心他们在立法活动中 所说的任何话会牵扯到诉讼中 所以他引用的是不同条款了 那这样的条款是否对 就是另外一回事情 这个就是谁来解读这个条款 那肯定是由法官来解读 那如果这个DC的法官不灵的话 那就会打到联邦法官 高等就是应该是华盛顿DC的上诉法院 或者是这个高等法院 还不灵的话就打到联邦法院 再不灵就打到高等法院的巡回法庭 所以就我们就不知道他打到什么时候了 但这个很简单 这是彭斯呢 把这个麻烦就take了 如果彭斯把这个麻烦take之后 那他就在阻止了今天的状况 熟悉彭斯的两个 其中一个人跟Politico讲 Politico是个杂志的 言论与辩论条款 这是宪法中的言论跟辩论条款 是第一条 立法机构的核心保护 这是真正触及到一些权力分立问题的核心 有义务保护 要保持这样的这一份保护 所以这就意味着要提起诉讼 所以这里他言论跟辩论条款 讲述就是宪法中所赋予 赋予这个参议院的一个 在他议会当中的言论自由的问题 那这样的言论自由就会 免除他很多司法的麻烦 那所以这就我说你要看法院了 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家马克 专门研究行政特权的 法院可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进行判决 但是这是一个宪法上的模糊地带 没有明确结果 多滑解 多滑解 就是他当初在彭斯 是否有权利拒绝各州 就是拒绝佐治亚州 亚利桑那州 威斯康辛州的选举人票 那就是一个法律模糊的概念 当时就是一个法律模糊的概念 所以呢 那一个说法说 他是一个离世的角色 一个说法就是 他本身就只要他不唱票 他就不能往下走 他不唱票 就让他 这个法 这个 第46任美国总统就难查了 结果一回头来 今天他自己遇到的麻烦 又是一个法律模糊的 宪法上模糊地区 没有明确的 由于主持参议院的副总统 涉及到立法职能 法院完全可以决定 他必须解决演讲或辩论的范围 而以及他是否适合于本案 不好弄嘞 不知道嘞 对不对 不知道了 这是我们一再跟他 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他说 相生相克的理是绝对的 对吧 手尾相扣是绝对的 这圈画圆了是绝对的 谁放个屁 谁打个阁 最后一定是有一牛的 一定给你回过去 那味儿一让你勾回去 就跟你让酒转回肠 醋溜大肠 酒转回肠 醋溜大肠 就说的意思就是 根本就跑不了的 没有守心 就没有守备 有了守心 就必须有守备 看着守心 你绝对画不出守备来 你拿着守备 去讲述守心的道理 你一定是骗的 他是相生相克 如果连这个都整不明白的话 现在也就是这东西